原警上国道就一路鸣笛 一路按喇叭 因为路间全被车停满 警方开启警示灯 一路驱赶 车子才一辆辆开走 到底停在国道上干嘛呢 原来这些人 车停国道路间是在赏烟火 高度够距离刚刚好 远处一大世界的烟火秀 国时变成绝佳的观赏点 大家有样学样一个见一个 把路间当停车场 甚至还有整车的人都下来 站在护栏边 其中这个身影看起来就还是个孩子 大人玩命 连小朋友的命也不要了吗 直到警车靠近 这一家人才跳上车 归宿史离 警方说 每一年都会有类似的情况 今年编排七部警车二十个人 执行跨年烟火疏导情雾 没想到真的在国时往人物方向 有数十辆车抢占路间 观赏火树营花 警车沿途驱赶 尽管警方以劝离为主 没有开单举发 但把国道当成观景平台 有没有想过你不要命 别人的命却很珍贵 TVBS新闻 吴少龙 黄小琪 高雄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